Viuppi珠仔 大家好 我們今天繼續去看看香港歷史悠久的餐廳 這間金記冰室始源至1967年 距離2021年已經超過50年以上的歷史 它的裝修其實很特別 譬如這間在銅鑼灣的分店 你看看它裡面以為搬了電車進去茶餐廳 我們即時進去片看看 時事留心即學問 歡迎來到Viuppi珠仔 Channel 之前有看過兩間超過50年的香港特色茶餐廳 譬如這間金鳳餐廳 也有去過這間名人茶餐廳 長興咖啡室 也有去過一間黃牌冰室 試過它的特農沙爹牛肉麵 今天我們去看看香港來有一間超過50年歷史的金記冰室 看看它最近發展如何 以及有什麼特別的歷史 寄冰室 其實全香港有超過10間分店 我們今天去這間在銅鑼灣的尼武台附近 以及禮對中心中間有一條環街 叫做薩東街 經過門口 其實它的門面不是很大 而這間茶餐廳也不是特別大 但是裝修也很特別 我們馬上進去看看 走到門口 你見到一些木門的設計 就這樣看上去 感覺上好像幾十年歷史 實際上這間茶餐廳開了不太久 裝修走到進去發而挺新的 只不過有一個幾十年前的特色裝修主題 推開玻璃門進去之後 看到有些室內的裝修像是一個電車站 而有很多不同的街招 包括金記冰室的招牌 而直往外就好像有一輛電車 拍在茶餐廳裡面 它的位置其實也挺傳統的 一些卡位 這邊就類似做了一個電車的收費站 在茶餐廳找數就是這個位置 如果我們走進去看看電車 就會發現 電車車身裡面 也有三排卡位 左右兩邊 總共有六個卡位 在電車裡面 其實這間的金記冰室 其實就不太大 但裡面的裝修很別致 也很特別 用電車做主題 而它的座位設計 都是傾向用傳統 六七十年代的特色設計 卡位 以及鐵欄 甚至它的餐牌 都是用一些比較傳統特色的方法 是做主題的 包括這些 以前非常流行的波波形的燈 燈色 後面有一個金七招牌 其實我們一眼看完整個茶餐廳的範圍 最主要 看到其實不太大 但是它的裝修 真的非常特別 包括電車 其實金記冰室 建築原址 都是在港島 香港島這邊 也比較多分店 在香港島 譬如現在在康夷 銅鑼灣 至少有兩間 都有金記冰室的分店 看完利武台 旁邊的那間 我們不如走過幾步 去銅鑼灣 龍灣 去出另一間金記冰室 看看這間的裝修 最主要的主色 以及後面的金七招牌 設計 都是源於一切 用橙色 以及橙色的鐵框 另外用了一些七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一些生活用品 做裝飾 看來這間的分店 沒有室內電車的那間 或者電車站的那間 那麼 eyecatching 但是這間 會分享多少少少 金記冰室以前的歷史展報 非常之好 特色地去看之前 發生過什麼事 為何我們有興趣去看這間歷史呢? 其實金記冰室也經歷過經營困難的時刻 除了現在的COVID-19 都經營困難 其實之前也試過的 我們很快去看這間歷史 其實可以在菜單上介紹 1967年 陳伯就在沙基灣 一個地鋪 租了一個地方 開了這間金記冰室 但是奈何去到2012年 因為租金的壓力 需要結業的 原來在香港媒體 無論中文的媒體 或者英文的媒體 都有報告過 這間茶餐廳 要結業的消息 但是金記冰室的故事 並未在2012年完結 因為其實在短短幾十年 有很多不少熟客 其中一個是徐先生 知道金記冰室 就結業之後 因為它也是一個經常 光顧的客人 做了白武士 接手了 繼續營運 金記冰室 加上還重新包裝 所以金記冰室 在2013年4月 在西環重新開業 去到今時今日 2021年 雖然食肆經營非常困難 尤其是COVID-19的問題 很多食肆的客人 大漁流失 但是金記冰室 今時今日 其實還有十三間分店 金記冰室也有很大影響 但是 這個新的白武士 都堅持這個時間 沒有裁員 因為 他了解到 每個員工背後 都有他的家庭 需要照顧 這個故事也是 有雜誌登出的 除了金記冰室之外 其他食肆都類似一樣 唯有 希望做多些外賣生意 以及加推優惠 去吸引客人來 另外白武士 也有提到 有部份業主 都願意減免租金 變相 可以繼續 令到金記冰室 繼續營運下去 我們不如看看 金記冰室有什麼 特色食 在菜單上 你會看到 他推介 乾炒牛河 咖哩豬扒飯 焗豬 焗豬 蕃茄焗豬飯 還有 豬潤的通粉 當然 他的奶茶 都是他 金記的推介 雖然他是一間冰室 但實際上 他的菜單裡 都有很多不同的菜式 包括Vippy 經常都吃的茶餐 沙爹牛麵 就走不掉了 其實他的沙爹牛麵 都蠻吸引的 味道也蠻好 茶餐都會包著火腿 還有一塊多士 再配一杯冰啡 就不一定 當然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吃麵 也可以嘗嘗他的沙爹牛肉米 其實白武士營運這個金記茶餐廳 都引入了很多新的概念 例如你看到 他都接受用電話 QR Code 去駕單 當然也可以叫他的伙計 和你駕單 如果你習慣用開手機的話 就可以用你的手機 看看有什麼顏色 和去駕單 我們今天去了 金記冰室的兩間分店 這間是灣仔 他的裝修都是一些懷舊的主題 但也會有他的金七招牌 但如果你想嘗嘗 吃下一個特別的環境的話 我建議你們來銅鑼灣這間 這間真的很特別 進去吃東西 又不會覺得悶 你不用看手機 你會發現四周的裝修 都有幾多的漫畫 還有一些昔日的新聞 都挺有趣 所以在這裡吃東西 就不用看手機 看四周的環境 都很有趣 有很多特別的東西 你可以找到 好了 今集分享 關於金記冰室的介紹 暫時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一集 再看看香港其他特色的東西 好 如果大家對這個頻道 介紹的東西有興趣 歡迎你來到VIPP豬仔頻道 來到VIPP豬仔頻道 你可以選擇Paylist Paylist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香港資訊 如果你想看香港特色的美食 可以看VIPP香蕉 或者VIPP香港 這兩個Paylist系列 裡面 就會搜羅VIPP全香港 走來走去拍攝的美食 當然 也會有一些香港 非常有特色的 不同的服務 產品 或者有些 有趣的介紹 例如這個非常有香港特色 全香港或全世界第一架 李小龍為主題的電車 大家有沒有見過呢 又或者香港其中一個特色 香港的花市 農曆新年花市 在2021年有些什麼不同呢 香港電影業的基地 邵氏影城 香港有些什麼特色的咖啡 好了 這個分享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集見 You should ask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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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WaVIPP channel